好,各位同学,我们是这样子,所谓的多媒体,你可以看到我们说多媒体,什么叫多媒体,一个元素,两个元素,三个元素,对不对,你看有三个元素啊,对不对啊,既然是三个元素呢,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多媒体基本上,多媒体基本上是一个什么,要把三个不同的元素跟它绑在一起,绑在一起, 一起来表现的一种写作的概念,绑在一起哦,所以你看我们把一个元素,两个元素,这是媒体嘛,图像,媒体,这个是声音,把这三个东西把它绑在一起,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,为什么要用表格来思考的原因,那我们这边有说明,对不对,我们这边有说明,第一个呢,在这个概念之下,我们要用什么,用表格,用表格,来把什么,来把,来把,来把, 不同的媒体,把它挡在一起,但最重要的,要表达一个想法,我知道这个地方各位有点困难了,没关系哦,我们再来看一遍哦,我们再来看一遍,这三个不同的,这三个不同的媒体,是要表达一个想法,这个想法就是小提醒跟声音哦,你看,这种概念跟以前不一样,没关系,你先理解哦,就是理解这样子哦, 第二个,我们还要注意的是,第二个我们还要注意的是,这样子哦,这个表格里面呢,我们要选用,选用什么样的媒材哦,有文字啊,有声音啊,有影像啊,有很多啊,对不对哦,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来看,哦,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来看,这个哦,你看,这个也是用表格啊,对不对,这是表格啊,这里有什么,有文字, 就是,上面还压,这里有照片,上面还压制的,这个是什么,video,刚才我们就没有video啊,刚才我们就有什么,刚才我们有的是,刚才我们有的是什么,各位朋友,我们现在呢,在处理的就是这个部分哦,各位可以看到,在跑了哦,你看哦,照片,video,跟文字,对不对哦,照片,video,跟文字啊,对不对,那这个地方还可以互动呢,对哦,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,照片,文字跟声音哦,你可以看到, 然后,那个选择是很不一样的,不同的选择,你看啊,这个也是我们用表格嘛,这个也是用表格,对不对,这个是表格哦,这个是有文字啊,照片啊,然后这个还可以,等一下可以互动啊,你看看,所有的概念都是用什么,用表格去把它表现出来的哦,所以这是一个表格的写作分思考,这就是我们要重新训练的地方,你要透过这个角度去观察哦,去观察,所以有两个重点,各位,这里有两个重点哦,怎么要用表格 把不同的媒材哦,怎么样用表格,把不同的媒材绑在一起,再过来,不同的媒材之外呢,还要选用,你要怎么选择这些媒材啊哦,这两个东西,基本上是我们要去训练的哦,这是第一个,第二个你要认真讲哦,你要认真讲哦,数位文本就是一个什么,数位文本就是一个快撞的阅读,什么叫快撞的阅读哦,看一下,这是联合报哦,联合报,今天联合报,没看到,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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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对不对,这边又是一块,然后这边又是一块,一块,一块,有没有,你再往下拉,有没有,都是一块,一块,一块,一块哦,数位文本在一个基本的结构上,就是一个什么,快撞阅读哦,快撞阅读哦,那既然是一块,一块,一块,就是表格多起来哦,他整体而言,不只是快撞阅读哦,然后他整个写作也要用表格的概念,把不同的媒材把它绑在一起哦,那数位文本跟快撞阅读之间的关系,数位文本 为什么是快撞阅读哦,这个比较深的理论的东西,有兴趣的同学啊,你可以到我教学博物格,点这一本,这是我新出来的书,我在里面有比较多的理论上的解释哦,我在这边有比较多的理论上的解释啊,我有序啊,有干嘛,我有比较多的啊,看文本,数位文本理论上的解释哦,为什么是这样子哦,为什么是那样子,你可以去参考看看啊,那当然你也可以到武南啊,如果你可以到武南啊,如果你可以到武南,你这边按一下就会到武南书局,你要到线上购买也行啊哦,如果你对于理论 那东西,或者你对我讲的,每次我在讲,快撞阅读啦,表格啦,为什么那么重要啊,如果你还有一些更有理论兴趣的话,那你就可以来参考这个东西啊,那你就可以看到,就是我们以快撞阅读跟表格所呈现出来的,多美产的一个什么,文本的思考的样式啊,然后呢,透过这个方法呢,让你理解啊,你看,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,对不对,我们这边,即使要讲这个,我们有文字,声音跟影像,我这里有文字解说哦,可是我觉得 文字解说不够,不够生动啦,或者我还可以透过video的解释,没有,这就是我现在用video解释,我可以透过video解释来表现更好啊,有文字,对不对,有文字,啊这个地方是什么范例,有文字有范例之外呢,我再加上一个video,等一下去跳出来,你现在在看的video,再加以说明啊,这就是运用什么,运用,运用不同的媒材,来表达一个观念,什么观念, 让你理解,什么叫做表达写奏,这个观念,好,就是这样子,讲到这边,谢谢各位